这是乡村里面的德国餐厅 以前开车经常经过这里 这条小路 但是都没看到这里 实际上有一家德国餐厅 后来我们在地图上找到这家 结果过来又没开门 打电话老板说 出去玩去了 这个餐厅 现在又开门 过来在这里吃一下 据说是一个德国人开的 在这里吃饭的全部都是德国人 现在要离开巴条 这边有些餐厅想去吃的 以前没吃到的 一定要完成这些心愿 一个个的完成 德国猜的比较粗犷 没点的 鸡或者猪肉 这个是南代猪肉 据说是猪肉里面有起司 我上了一个汉堡 这是我点的 200株 双层芝士 这个是沙拉 这个是100多号 这个是160 189 189 这个是猪排 这个猪排 鸡排 鸡排很大 也是200多号 23 这个就是那个 南代猪排 这个199 好像这个汉堡最小 还最贵 大家好 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 最近发生在巴特亚的一起大事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对于我们生活在泰国的中国人 以及到泰国来旅游的中国人 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看中文的媒体报道也比较多 就是有一个德国的商人 具体应该是一个中介 房地产中介 他被人大卸8块 用电锯锯成13块藏在电冰箱里面 冰柜里面 然后最后被发现了 这一起 反正在我印象里面 发生在泰国最恶劣的一起案件 当然这起案件 值得庆幸的是 跟我们中国人 没有关系 哪怕跟那个电炸集团也好 灰产也好 都没关系 这纯粹是一个 发生在 生活在泰国的外国侨民中间的 一个案件 昨天的曼谷邮报上面的文章 我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 从中间能知道一些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细节 让我们知道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不为人知的一些 秘密罪恶的一些勾档 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 警方 现在是对 那个 主犯 杀人犯的 杀人凶案的主犯 提出了那个 蒙杀的指控 以前 对他提出的是 那种杀人的指控 最高的刑期 只是说 终身监禁 现在警方 重新对他提出了 蒙杀的指控 这个指控在泰国 就是死心 总共逮捕了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52岁的德国人 他是主犯 警方就是针对他 罚起了蒙杀的指控 他杀害的这个德国商人 是62岁 被大卸八块 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并且警方 还没收了 这个主犯的一艘快艇 因为他是计划 用这个快艇 把那个兵柜 就是装着那个德国商人 大卸八块尸体的兵柜 拖到海洋深处 去把它扔了 一个大兵柜扔在海里面 真的是湿层大海 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死 无头案了 所以在巴特亚里 不要去折那种 拥有快艇的外国人 那个背景是 令人不寒而栗的 另外的话还 发现了电锯 并且发现那个受害人 他的电话居然出现了 出现在了柬埔寨 这也是一个细节 让我们知道 在泰国的这种 欧美的犯罪集团 他们跟柬埔寨 也是有联系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 让我们细思极恐 另外被捕的 有一个是 泰国籍的巴基斯坦人 大家不要感到奇怪 我以前在清迈的时候 我老婆 她也是无意之间 认识了一个巴基斯坦人 她也是获得了泰国的国籍 就是因为好像是 她的外祖母是泰国人 所以她们就是一家人 就逐渐的就变成了泰国人了 但是一看那个脸 还是巴基斯坦的脸 说她是被迫的 她没有参与那个蒙杀案 她是因为害怕 说当天 这个主犯 这个德国人通知她 说有一个贵宾要来 让她去找一个带泳池的别墅 去开一个party 然后就看见那个主犯 带着那个被害者 还有另外一个德国人 然后他们就进去了 她就在外面等 等了几个小时以后 然后她推门进去 发现这个被害者 已经躺在沙发上 已经死掉了 然后她就很惊恐地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被那个主犯用枪指着头 抵在墙上威胁她 就是你说出去的话 就会把你的妹妹和你的妻子 绑架了 然后迈到柬埔寨去 在这里柬埔寨这个国家 又一次出现了 所以说现在泰国的很多犯罪集团 它是跟柬埔寨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前两天看到新闻 就是这个案件 有一个罪犯 他当时是准备潜逃到缅甸 在缅甸的边境上 北壁府被逮捕回来 所以在泰国 因为很多犯罪集团 他都是跟周边的缅甸跟柬埔寨 是有牵连的 一旦犯了事 他们有可能就往这两个国家跑 很容易嘛 你说从巴提 往这两个国家跑 开车都是两三个小时就到边境 泰国警方准备要打击 在泰国的跨国犯罪集团 实际上这些犯罪集团存在已久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实际上在泰国 是很多那种跨国犯罪集团也好 或者是黑手党也好 俄罗斯的 意大利的 美国的黑手党也好 还是那种 甚至中东的恐怖分子 他们会把泰国 作为他们的度假地 不要感到奇怪 恐怖分子也需要度假 他们会把泰国 作为一个度假地 但是他们有一个 不成文的一个规定 就是哪怕他们在国外 是那种死敌 血海深仇 但是他们到了泰国 就会先把他们以前的恩怨 放在一边 大家和平地生活在泰国 就有点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 当时古希腊各个城邦相互征战 但是一到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 大家都要休战 就叫Olympic Peace或者是Tooth 即使延续到现在奥林匹克期间 有些战乱国家 双方也要停火 就是保持了这样一个传统 在泰国实际上也存在 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Tailand Peace 敌对的帮派到了泰国以后 他们保持和平 但是没想到发生了这个案件 相当于是把这个面纱揭开了 泰国警方要准备打击 这些跨国的犯罪组织 其实从这个案件 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在泰国大家知道的 就是泰国轰轰烈烈的打击中国灰产 实际上跟盘踞在泰国多年的 这种欧美的犯罪集团相比 中国灰产只是小老弟 出来乍到非常的深色 像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穷凶极恶 只是他们以前没有表现出来 或者是泰国政府就是视而不见 就当他们不存在而已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案件都曝光出来 就没办法只要要处理了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 我当然也比较担心 即使我要离开泰国 以后也会回来带小孩来度假 也会关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你惹到中国人 会遭遇到那种什么灰产的报复 但是你惹到这些外国的帮派 可能麻烦还更大 所以就这个问题 我专门问了澳洲大叔 因为我知道澳洲大叔 以前在澳大利亚 他是干过特警的 并且是专门是 针对那种黑手党 我今天早上就在游泳池 找到澳洲大叔跟他聊 没想到他告诉我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非常冷静地告诉我 他就认识一个 并且是president 是这个帮派的president 并且就住在我们小区 然后他还说 你呢都不知道吗 就是那个全身纹身的一个人 我当时想不起来 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如果是哪一天不小心得罪了他 那真的是吃不了兜作走 但是澳洲大叔很淡定 他告诉我 实际上这种帮派的话 在每个国家都有 欧美发达国家都存在 并且不时也有类似的案件发生 他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他说在达甲在泰国 欧美的帮派主要就是那种摩托党 摩托bike 他们有专门的俱乐部 就是说那种同流和物的人 从世界各地到了这里的话 一般都会到那个俱乐部 去跟他们组织取得联系 实际上也不局限于哪个国家 也不仅仅是德国人 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欧美国家 他们就是个社团 他们就是会定期举行活动 比如说骑着摩托车 那种非常招摇过世的那种 一个大胖子 留着胡须长发的那种 穿着皮夹克的 但是他们一般是不会烧到 那种贫民老百姓的 主要就是一些生意上的 他们会做一些那种灰色产业 比如说那个锡的那些东西 还有什么酒吧 卖银这些东西 这些产业当然也会涉及到 一些经营这些产业的人 所以说那个被害者 据说就是他们团伙内部的 但他告诉我 他也是听传闻 说这个人贪污了 就是说他们团伙帮派的 一亿泰铢的一个金额 所以说遭到了团伙内部的清洗 当然他也是听说而已 平时他说一般也没什么事 你只要是不惹到他 胡顶他是不是 你外国人做生意的话 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 他说这个倒霉听说 他说一般的话 他们有自己的生意 你自己做生意 他一般也不会来打倒你 主席就住在我们的一个小区里面 这么多年我居然都不知道 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告诉我们 实际上这种事情 真的像澳洲大叔所说 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 大家也不要把这个看得非常的严重 我们只要平时你是首规蹈矩的 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人 应该跟他们也站不上边 他们也不会莫名其妙的来骚扰你 所以大家把这个事情的话 也应该是平常心吧 因为事实上真的是没有世外桃源 真的是没有人间漏土 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你在泰国会遇到 你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 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个 看得非常的严重 认为泰国又怎么怎么样了 中国灰厂还没打击 你现在外国的黑帮又来了 实际上这个在泰国已经存在了 可能几十年都有了 只是大家以前没有浮出水面 大家没感受到而已 从这个也侧面的证明 实际上你跟这些黑帮共处的话 也并不是说这么危险 你只要不惹到他 你做的生意都是正道生意 他也不会来烧到你 相安无始 所以我也是想尽量给大家 反映泰国真实的情况 并不是说在黑泰国会怎么样 今天我在路上也碰到一个中国的朋友 他说你要走了吗 他说以后我们了解泰国的资讯 又少了一个窗口 我说也没关系 以后我还是会尽量反映泰国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的资讯 跟我在不在泰国也没多少关系 我通过新闻的媒体 或者这边的朋友 他们了解的信息 我收集起来 跟我在泰国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以后还是会尽量向大家传达客观的泰国方面的信息 不黑不吹 尽量让大家了解真实的泰国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